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性就放假嘛 然后那一天的话 她本来就是约好了 下午跟朋友出去玩 我想如果我跟她说 我下午放假的话 那她就应该就主动说 带我一起去她朋友那里嘛 当时是这样嘛 本来我是先说好 先去找朋友那里 因为我找朋友那边 我们玩游戏 然后她也不喜欢玩游戏 我就觉得带着她去的话 她应该会很无聊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说要不我留在家里面陪你 要不我再 你就陪我一起去 我给她两个选择嘛 当时 然后她的话就已经是不高兴了 我就想她直接就跟我说 我跟你一起去我朋友那里吧 你陪着我玩吧这样子 因为她以前就说 想要我陪着她嘛 不 人家不是说了嘛 要不然我在家里陪你 要不然你陪我去玩游戏 可是当时候她不是这么说的 你当时候说 要不我在家陪你吧 可是我们在家有什么干的呢 我们都没事可干 要不你就跟我去我朋友那里 可是你又在那里很无聊啊 你一个人在那里发呆 又不好啊 她就是两个选择都给我拒绝了 她心里面就好像根本就不想 这是你这么感受的是吧 对 OK 好 就是男生开了两个选择项 看起来是选择 但是在女生那是 你都拒绝了我 这件事我们挂起来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 在电影院的那一次 她也是这样子 就是当时的话 我们就去看电影嘛 就是去换票 当时呢 我工作上面有点事 我就拿着手机 才发微信 回客户一点信息嘛 她就搞不定 那个电影票的事 因为当时我们去的时候 才会下午五点 然后我们本来就是 打算下午五点 马上看完就可以回家吃东西啊 然后休息第二天上班的嘛 结果呢 我去到那里 然后她跟收票员说 要八点左右的票 结果拿了票之后 才发现那是八点五十的票 那已经是很晚了呀 因为当时比较多人 她要我们分开做 然后我觉得她应该 不想要那样的 所以呢我就叫她回来一起 因为最早一场 有两个人的座位呢 就已经是八点五十分 可能我当时也没有说清楚 是八点五十分 可是你当时候 明明看到我在工作 我在忙 我一心二用 我就没有办法 就是太过细心地 看那个电影票的事情 那你当时候 你知道那个时间 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 因为我也叫你来了 我以为你会去看嘛 然后后面你又不说话 我们之后电影又没看成 就这样就走了回家 她感到很不愉快 那我这个事先不说 在超市那一次 你也是这么老是生我的气 你超市怎么了 你说说我看有多大的 天大的事 其实没什么事的 我就是因为她说要 监督我买东西嘛 这样子的话 我就买每样东西 监督你买东西是什么意思 对她就是不想让我买那么多 然后我拿每样东西 我都要问了她嘛 我就拿那个麦片 然后问多了她几次 因为其实我不想吃 但是她不想我买这么多 我也想着 如果买那个麦片的话 就可以其他东西就不买了嘛 然后当时我就说 我要不买这个吧 但是我又在考虑 然后我问多了她几次 她就烦了 她就直接生我的气了 没有 我们当时的话 我们去到那边 她说买那个燕麦吃的话 她会吃到很想吐 那我就想 如果你吃到想吐的话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买呢 她还重复问了我好几遍 我想买我想买 那我就有点烦躁吧 我就说那你就不要问我了 你自己决定吧 然后她就生气 你当时不是这么说 你说你自己决定吧 反正我说什么你都不听 那本来我就是在考虑嘛 我才问你的呀 你怎么就那么的不理解 我也不理解 请问一下 你吃燕麦会吐 你为什么非要买燕麦啊 它是需要猜的 就是她监住我买东西 她嫌我买的花样太多了 所以在我的脑海里 就形成一个条件反射 你不是嫌我买的多吗 那我就买一样能吃饱就行了 那为什么不买面包呢 不是 那我买面包要买好多种口味啊 所以买燕麦片 它觉得能 这是表面化的意思嘛 其实核心的意思就是 我不能买一样吃的 我要买好多吃的 你为什么老让我买一样的吃的嘛 三哥你真的好懂你 是不是这意思 不是懂你 就是有些人说话 就是这么个德性你知道吧 这叫矫情你知道吧 我一直说听比说重要 你就听嘛 他想干嘛嘛 我理解的对吗 差不多都对 你也知道 其实他就嫌烦 因为他有个前提是 他嫌我买的多 他监督我 这已经带着情绪了吗 接着说 我听听还有什么 就还有就是那个度假嘛 那个时候我们才刚在一起没多久 我跟他那些朋友是完全不认识的 他就说 当时候约上我的朋友 然后我跟你一起去那个度假屋里面玩吧 当时我就觉得 你那些朋友我全都不认识 全都没见过 还要我跟他们过夜 我跟他们怎么玩啊 我跟他们都不熟 我完全都没有共同的兴趣嘛 开始的话 我就是委婉地拒绝他 可不可以不去啊 我这样问他 然后呢 他就一直逼我 一直说 你去吧 你喜欢我 就反正就跟我去吧 陪我去吧 你陪我一起做我喜欢做的东西 然后后来我就 就一直都说不通他 我就直接说 我不喜欢那样 我不喜欢跟太多陌生人在一起 待在一起玩那么久 然后他就直接生了我的气 因为当时的话呢 他可能委婉拒绝我的时候 我不是很理解他意思 我就问多几次 因为我比较笨嘛 那我真的不懂了 我就问太多 可能就要去把他问 你根本就不是笨 你就是故意 能听不懂吗 这拒绝已经听得很清楚了 我不想去 OK了 而且我后来我也直接说 我不想那么干 可是你还是继续逼我呀 姑娘给你听个懂 我们后面也没有去成不是吗 可是你就生气了呀 这样啊 那后面也不是解决了吗 没解决 我提个建议行吗 这我很恍惚啊 你现在所有的描述 基本上跟我那四岁半的 闺女描述是一样的 爸爸你吃这个东西吧 爸爸真的不吃 爸爸你吃吗 我说真的不吃 后来我明白了 爸爸你吃这个东西吧 我直接反映是 宝贝你要想吃你就吃吧 OK OK OK